今天晚上就是耶诞夜了 又是一个周五 这个可以说是周末的夜晚 很多的朋友可能下班之后 要去狂欢开趴庆祝 提醒大家Merry Christmas 而且衣服要穿暖一点了 因为东北季风增强 天气转凉 而且台北刚刚都已经在下雨了 入夜之后会掉到15度 不过气象局也说 明天这个耶诞节的当天 如果水汽够的话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是有可能降雪 看看有没有可能 有一个白色耶诞节 才没一个上午的时间 北部地区突然下起大雨 原本还是晴空万里 大太阳 因为东北季风增强 北部东北部地区 午后会下雨 天气也会转凉 那水汽呢 不止降雨在北台湾 我们一鼓在中部 甚至南部山区 也有机会下到雨的情况 夜单夜的晚上 隔地云量会增多 因为冷空气南下 台北入夜后 温度将重降到15度 降雨几率也提高到80% 不过星期天会更冷 冷空气增强为寒流 北台湾最低温度只有8度 虽然26号晚上到27号早上 天气是最冷的 但28号白天寒流减弱 气温将回升 只是隔一天 早晚气温又会下降 未来这三到四天的温度呢 尤其在清晨这段时间 非常偏低 要特别注意保暖 不过气象局也透露 耶诞节25号当天 冷气团南下 中部以北东北部 转湿冷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更有可能下雪 民众将有机会看到 白色耶诞节的美丽雪景 中天新闻杨春中 路易台北采访报道